质疑中共承诺,美国施压中国充实贸易及投资方案细节,在中美试图解决冲击全球市场的贸易争端之际。美方正在施压中方,就近期提出的一系列贸易和投资方案充实细节。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以来,中方已承诺削减关税,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和服务,放宽对在华外企的限制规定,并向外资开放更多领域。 但上述方案缺乏细节,据追踪中美谈判的人士称,这令美国政府内,有人对这些方案,能否取得实质进展表示怀疑。 除非中方能够说明,将做出何种改变,落实这些改变的时间表,以及兑现承诺的方式,双方90天的谈判期,将于2019年3月1日,结束美国已经表示。 如果届时无法达成协议,将把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从目前的10%上,调至25%此举可能会给电子产品,加剧,机器设备和其他依赖中国进口产品的美国产业,带来重大影响。 也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的放缓势头,而中国经济放缓,可能给全球增长带来广泛影响。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特朗普上周六发推文称,他刚刚与习近平通电话,并在谈话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特朗普,在推文中称协商进展得很顺利。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内容,将非常全面涵盖所有异。 提领域和争端焦点,据熟悉谈判情况的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可能夸大了双方接近达成协议的程度。 这些人士指出,特朗普试图安抚,近日剧烈波动的市场部分原因是担心中美贸易战失控。 最近刚从北京归来的康奈尔大学Cornel University,中国问题学者ASWA,Prositt表示政府官员和学者告诉他, 美国的施压,为他们要求中国放开金融市场外资准入的主张提供了助力。 但他们不确定,北京方面是否会同意,进行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的产业政策全面调整。 Prositt表示两国可能会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防止对抗进一步升级。 包括美国副贸易代表Jeffrey Jarish和财政部副部长David Mappof在内的一对美国贸易官员了, 将于1月7日,当周前往北京开展为期数日的谈判。 如果此轮谈判取得进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率领中国贸易官员,在随后一周或此后不久。 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斯蒂文·麦克恩进行会谈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目前在贸易谈判中起牵头作用。 不过美国财政部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此前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中国人, 指控这两人参与了一项或政府支持,试图从美国企业窃取敏感信息的行动。 美国财长姆努钦,在圣诞节前成功进行了游说, 使得中国企业,在上述起诉宣布,当天免于受到网络间谍相关制裁的冲击。 美国财政部希望把间谍案与贸易谈判分离开,使得贸易磋商,能继续进行不过。 美国政府中其他一些人仍在施压财政部实施制裁,既为了对北京方面作出惩罚, 也为了表明,美国将坚决执行协议。 自12月1日,中美首脑在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晚餐会议来, 中方已公布了一系列贸易举措,包括暗停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加征关税。 在维持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同时,神购买美国大豆, 并承诺修改令在华外资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的行业政策。 之后的提议,包括打击那些施压美国公司, 向中方合作伙伴转让技术的中国官员。 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满情绪的核心所在。 预计北京方面还将提议扩大外资企业, 对国内金融服务,和其他热门行业的市场准入。 但中共过去,也曾做过类似承诺特朗普的谈判代表表示, 他们不希望双方在进行多轮谈判后,仍取得不了太大进展。 美国谈判代表,正堆促中方代表详细说明,将做出哪些改变, 并确保中方不会采用其他手段限制外国公司过去一年。 中方一直拒绝提供此类详细信息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例如如果中国修改监管规,定以促进外资参与国内金融市场, 美国希望确保中方不会利用其在许可、环境、土地使用等领域的权利, 为美国企业说阻华盛顿,还希望确保美企可迅速受益。 以及审批过程,不会持续数年时间, 美国也在关注此类协议的执行问题。 一种执行方式,是维持目前对华关税,不便在中方履行了承诺之后,才取消出口方面。 姆努钦表示,中国承诺额外进口1.2万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框架,美国去年向中国出口了1,88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 对华贸易逆差为3,360亿美元中国商务不估计。 美国新增的出口,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对全球服务进口的大幅增长。 据中国预测这一进口5年内,将增加2.5万亿美元美国谈判代表还堆促中国放松对农产品进口的限制。 这可能为美国农民迅速扩大出口铺平道路。 特别要指出的是,双方正在讨论中国向美国开放其庞大的进口大米市场。 美国去年对中国的大米出口额不到200万美元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